1998年5月29日 父親貴地求見不果 錢惠儀為一層樓與婦反目 錢惠儀在95年與婦商馬青陽結婚 婚前與爸爸及弟弟共同擁有嘉兆台一個單位 據聞當時由錢婦給首期 錢惠儀負責公款 97年5月 錢惠儀向爸爸表示無力繼續供樓 要求將物業出售 錢婦多次要求見面談 但被拒絕 98年1月 錢婦連續6天跪在女兒家樓下 要求歸還150萬首期 但被護衛員趕走 明州接到錢婦求助的電話 表示收到錢惠儀的律師信 要求她為嘉兆台撻頂一事負起全部責任 錢婦去到錢惠儀的傢司店 希望面對面講清楚 但等了三個幾星期一無所獲 終於在5月29日 錢婦在錢惠儀家樓下發現她的行蹤 輾轉間 兩個人終於在蘭桂坊街頭碰上 互相推撞之下沒有正式交談 錢惠儀坐著的車絕塵而去 銀行在10月收回物業 錢惠儀的父母搬去和兒子一起住 01年 錢惠儀弟弟錢進雄 懷疑因為濫藥出死 令錢惠儀再度崩潰 一直不回應家事的她 決定接受訪問 細嫂父母的不事 09年 錢惠儀的母親因情緒病自殺 兩父女在錢母離世前從歸於好 中文字幕——YK